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安慈 作语搞笑我是燕燕 天马行空我是维尔 早安早安 今天是来到星期九月二十二号早上八点 那其实呢如果今天啊 就是父母要在孩子上课的话 应该现在就会再堵在这个车笼里面了 是终于开学了 是假期结束了 然后呢就是开学 大家可能带着一种 Monday Blue的心情上课 开学怎么 小朋友应该没有Monday Blue吧 假期啊 终于一个星期的假期这么开心 然后就又要回到学校去了 要看吧 有些小朋友就很喜欢跟整大班人在一起玩啊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上班必须提早了 如果不提早就被给车笼给堵住了 是 所以大家就早点出门吧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周末 其实应该算是比较热烈的一个新闻 要恭喜一对恋人啊 等到风景都看 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细水长流 这句话呢 一直在网上看到 被洗版了 就是 也就因为呢这个王菲跟谢霆锋呢 就是经过了十 应该十五年前在一起 十二年 十二啊 在一起之后呢 现在呢就就情忽然两个人呢 在经历各自的感情事件之后 风风雨雨 终于又走在一起了 但有的人也会说 这是一种儿戏吗 自己本来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刚之前王菲跟李亚鹏也是有一个孩子的 那么谢霆锋之前跟张伯芝也是有两个孩子的 为什么不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 然后最后呢 离婚之后呢 又彼此走在了一起 是不是挺儿戏的呢 这两个人呢 本身就 这个组合有点奇怪 不同的感觉到为什么 就是谢霆锋和王菲这个组合呢 看起来就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两个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是就偏偏可以走在一起 虽然都在娱乐圈 我在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感觉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不觉得是吗 你看谢霆锋本身 他的整个形象 还有他的 整个家庭或者是背景等等 王菲是在北京 他是中国嘛 那谢霆锋在香港 而且两个人方面 在工作上也没有太多的交集 除了在早期的时候 可能有小小的一些合作 他们是歌手吧 而且最近他们说 因为帮那个女 他的女儿要做一些制作的东西 那谢霆锋也主动的帮忙 所以呢 他跟他的这个女儿 也相处的挺好的 我变成说在说八卦新闻了 是啊 然后谈到 但是从一个感觉像是很浅薄的东西 但是浅薄的东西 确实是两个人如果是真的心灵相通的话 或者是说灵魂都在一起的话 也祝福他们能够细水长流以后 好 那我们再看看呢 之前在这个其他的新闻 看到这个日本 那刚刚说日本 有一些事情呢 就看到有一些老人家 最近有个特别的景象 就在排队 就是一些老长老啊 就是驮着被手上的 拿着一个大白板的低头呢 看着这个手中的号码 跟这个白板上面的号码 是在买股票吗 人家以为是要在买 人家会以为可能在买40之类的 还是股票啊 还是在这么对什么幸运号码 没想到呢 后来才发现到啊 这个是这个东京啊 这个立幕园的一个放榜日 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这个抽签 抽签看你抽不抽的重 能够在这个幕园里面呢 能够有一个位置 那换句话说 如果抽不中就死无掌声之地了 可能要选其他方式 可是这个是最 大家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 就在这个小屏幕园里面 那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目的不够啊 所以呢 这个数量有限 变得就是说 他只能够用抽签的方式 因为这地方呢 他的价格比较便宜一点 大概是四万的台币 大概马币四千令吉 为什么他们没有想过 是要用火化的方式呢 应该和新加坡去学一学 因为轮流换嘛 本身岛屿的国家嘛 地方就很少 地方很少的时候呢 你如果是很多的目的的话 他就占很多的面积 这样对于经济来说 是不划算的 其实火化的话 火化 然后把它放在火灰塔里边 安置比较好一点 火化也不见得是 最审慰的方式 其实最审慰的方式呢 是像这个西藏的 伞向大海 天藏 听过吗 这个就直接拿去喂这个老鹰啦 是吧 是那个什么 吃肉的鹰 吃完就算了 是但另外他们也是有叫树藏 树藏 是就是把他们的这个 就是应该就是 应该我们没有错的话 就把骨灰撒在树那边了 就是另外一个 他们渐渐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 不过来听到这个小木语 小屏幕员呢 比较便宜 而且没有什么后续管理费 那其实就是有一个 可能在现在的长者里面 还是有一种 觉得说要 有一个葬身置地的地方 让子子孙孙能够来扫墓 所以呢 大家就在排队 有一个老人家 抽了十年 终于抽到了 他就 啊 很开心说 啊 终于有一个 死后终于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了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时代了 连死都 连死去的话 都感觉到很 很 很不如 很困难 是吗 然后死去之后 我应该葬到哪里 你包括现在在日本 像 像 相信 在中国也是这样子的 死后 呃 你都死不起 感觉是死不起的 然后死后之后 你 你需要买墓地 这个墓地是很贵的 一个墓地是有一万左右人民币 而且你还必须的 要有权势的 有联络的人 有人卖关系 你才能买到这个墓地 买完之后 你还要付大笔的钱商 相当于刚才所说的 一万左右的人民币左右 你才能买到那个墓地 才能给老人一个安息之地 所以现在死都死不起的 虽然生得起 但死不起 所以可能 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大家可能对死后这件事情 会有 不同的一个想法 或者接受度 或者理想的模式 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在看到 如果活着的人呢 现在啊 日常生活当中 总是被许多的 这些科技包围着 可能以后这个生命的 到最后可能以后 还有一些网 因为五位三级其实也是有了 去扫墓啊 都是可以在网上的 烧金子啊 对啊 就是拜神啊 这个球签啊 都可以上网去拜了 上网对对对 这些全都已经网络化 什么都网络化了 我之前看个电影里面 还有说 这个妈妈要给孩子起伏 然后孩子在国外读书 然后那个其他人都 不用担心 你就叫你的孩子去 www.guanyingma.com 然后把这个符拼出来 自己烧来喝 观音嘛是林观音的 official网站 不是吧 不是啦 是观音娘娘啦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科技啊 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 一些生活的方式 但是呢 是不是会有另外一种 同时 让另外一种力量崛起 就希望说 可以将古老的智慧 带回到现代呢 嗯 古老的哪些智慧呢 包括做瑜伽 是古老的智慧吗 是 也算是吧 做瑜伽之后 因为现在有一个 寻求古老的智慧啊 科技人拥抱心灵 就明科技人都是很crazy 那个大脑是很crazy的 那一群人啊 是 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智能手机啊 这些智能的电脑 都是他们制作出来的 那么他们的大脑 是不是跟一般人的大脑 是不一样的 每一天的精神都很集中 都很紧张 所以现在他们想拥抱大自然 怎么拥抱呢 就是学瑜伽 做瑜伽来拥抱大自然 对 那其实呃 瑜伽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式啊 那另外一边呢 那另外一边呢 有一群人啊 这边这个组织可能叫做 Wisdom 2.0 不是 Berset 2.0 不是Wisdom 2.0 他们有Wisdom 是他的创办人呢 叫做 格尔德蒙 那他们本身呢 就是有一个研讨会 那个研讨会呢 主要就是在探讨啊 就是 包括呢 要如何呢 能够把这个古老的智慧 带到现代里面 来解决这个时代的一个大挑战 就是如何呢 能够让人类这个幸福的方式 就是用透过科技啊 已经彼此的连接 那他觉得说 我们这个科技已经慢慢失控了啊 我们就看 刚才说的 我们身边Google啊 Facebook啊 然后各种的手机啊 等等的电子产品啊 让人呢 可能跟自己的这个心灵啊 有一些脱节 或者是有一些疏远 所以呢 他们希望能够透过 他们就透过 透过他们的研讨会呢 想讨论 那如何能够呢 让这个古老的智慧 带到现代来 我在网络上 你曾经看到一则 这样子的消息啊 不懂是小道消息呢 还是人家创作的一个 一个短文啊 就说其实 大家知道 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 对不对 他在生前呢 其实他也不给他家里的 一些他小朋友啊 那些用苹果的产品 就高科技产品 是完全不能在家里使用的 因为他强调的就是说 在家里呢 就是不可以通过 就是不能完全只靠科技 我要人与人的接触 这是他强调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可能 真现实生活中 还真的有很多科技人呢 他们并不是那么强调说 你生活中太过滥用了 这个科技 你只能够适当的用 我还记得早期的时候 有人说就是 手机那种设计呢 他其实是给盲人 还是那个就是 有残缺的人用的 残障人士用的 用手去代替一些东西 对对 就是不方便的人用的 结果我们全都变残缺去了 现在每个现代都变残缺去了 对 但是我看到这边 其实主要呢 就研讨会啊 不是说不要再使用这些产品 而是用一个更明智的方式 去利用产品 而且呢 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效果 比如说他们就讨论了 要用一些字眼 比如说慈悲 观想 觉知 这些词汇呢 成为Google这个办公室里面 最流行的话题 那另外呢 还有有人呢 想要再开发一片网络净土 怎么说呢 网络净土 网络净土呢 应该就是 这个地方呢 只能是比较正面的东西吧 我猜是这么猜测啦 他就可能只是说一些比较 因为净土感觉是比较 就干净的净土地图 所以呢 就觉得说 可能就是有人会觉得说 荒谬这个东西啊 但是呢 有人相信 这是做创办人啊 名字叫做 达奇比德斯 他相信呢 有人确实会需要这样子的服务 可能就是因为网络太多的资讯 很多很负面的 可能影响了他生活或者心情 所以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净土 让他能够上网 但是呢 同时就是一些谈比较优质的事情 我是很质疑 这个网络净土的事情 本来网络就很分杂 很分乱 还有一块净土 那我还是 也许是这样子吧 我们现在就像 如同于我们找真爱一样 真爱一样 也许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找到那一半 但是现在网络上有一些婚姻的 介绍的一些网站 他就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你找到真爱 所以可以在 分乱的世界当中 分乱的网络当中 找到自己的真爱 但前提可能要找到真爱 或者找到净土呢 前提就是要有钱 因为呢 他这个是需要缴会费的 可能缴了会费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管理这个地方 确保他是一个净土 那说到管理网站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看俄罗斯 他们似乎也是有这样子的意愿 在网络上面呢 跟世界的进行管制 可能他也要确保 这个俄罗斯的网络也是一片净土 不会有这个违反 就是跟其他国家 可能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之前俄罗斯跟乌克兰呢 等等的这一方面 很多西方的媒体啊 资讯呢 可能都会受到西方国家的牵制 这净土的标准 可能只是站在执政单位来看起来 我就是我不要你们来干扰我的这个执政方式 内政对了 所以我就制造这样子的网络 那中国肯定有一片净土了 如果说这样网络的话 管制的非常好 政治净土 对于这高国来说 对是净土了 我在想俄罗斯是真的想要一片净土吗 他一直都知道普京 他是一个比较强权的领袖 在这个强权的领袖统治的这个国家之下呢 有一些也异议的声音 异议人士的声音 这些异议人士声音 你包括支持同性恋了 你包括支持这些西方的民主思想了 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俄罗斯官方的一些压抵制和压制的 这个网络 他现在想拒绝就磕断全球的网络 一方面好像大家会想到 他有利于国内的一个情势 因为现在不断的 你包括之前的一个长情景来说 俄罗斯他又遭到西方的制裁 他又因为这个乌克跟乌克兰的问题搞得很僵 又国际社会上又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所以类似的这个国际背景之下呢 普京呢也希望他的民众能够听他的话 都都听我的话 不要被西方的思想所影响 不要分裂国家 我们是一个俄罗斯民族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 也许这个网络的断绝能够促进他这一种统治能够达成 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完全断绝的话 其实也不太有利于他们 因为毕竟现在俄罗斯不是世界属一属二的国家 属一属二的国家还是美国哈 如果你真的断绝于全球网络的话 你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想当当的国家的话 你很容易被世界的这个潮流所脱节 很容易脱节这个世界的潮流 所以在这方面 俄罗斯还是需要有一个很平衡的策略 去对待他的网络的一些措施 是目前为止所看到呢 就是暂时的这个普京的发言人 那是证实说他们会开这个网络安全的会议 但是否认说 我们俄罗斯不可能跟这个世界的网络 给断开 没有想过这些可能性 不过呢 确实会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 来改善网络安全了 避免呢 他就说了是避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力 包括像是美国或者欧盟的行动 展露了相当高 相当程度的不可预料性 所以他们必须呢 也要作战了 做准备了 他因为他说 我们都知道全球网络的总管是谁 所以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国家 但是有一个消息就特别奇怪的 是好像有一点矛盾 那他俄罗斯的国防部呢 在星期六时候就向俄国里面各大媒体就宣布说 已经在社交网站的面子书 推特 instagram 这些官方 注册了一些官方账号 主要目的什么呢 就是分享俄国军事活动的资讯 借此让美国对俄军方面有客观的了解 如果你说他是为了目的 不要让美国还是其他大国来受影响的话 那这一点就有点矛盾了 他要让美国对俄军有客观的了解 是不是说可能他要误导美国 他目的开这个就是要误导他们 我感觉他是更想让民众去制衡 因为有时候可能说在网络上大部分都是单方面的来自西方的消息 大家不能只听一面的 我也要透过利用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 民众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也有在做事情 我们在做这个 可能以往大家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公开出去 现在就利用这些社交媒体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 现在网络的类型都是不一样子的 你看现在 之前我们看到朝鲜 朝鲜的网络类型是内联网 它跟国际是不联的 它只是跟国内跟国内进行联系 然后之前的埃及 埃及早前是面对国内大型的示威 所用的封锁网络通讯的手法 那么现在俄罗斯是完全想用自己的用户名 用自己的专业 用完全一切所有的东西 都是用自己的东西来去 来断绝全球的网络 还是 还有另外一方面 还有其他的国家 有不同形式的对于网络一些掌控了 现在确实是谁 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了 信息时代 哪个国家掌握了这个网络的总体的 那个总的系统的话 那么哪个国家就在这个世界上 就有一定的说话权威和有一定的威力存在了 是 而且可能不同的课题呢 也会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在网站上面的讨论 能得到更多的讯息 而会有所改变 包括我们像同性恋的课题 刚才你就有提到 往往呢 我们觉得说 可能在佛教方面呢 可能对这个同性恋 还算是比较开放一点的态度 那慢慢的有一些这个基督教呢 也其实有一部分 虽然有一部分很偏激的就是攻击这个同性恋 那另外一部分呢 我看到 甚至有一些同性恋的牧师 像我们认识的这个欧阳文峰等等 那现在呢 看到了在这个清真寺 也就在这个伊斯兰教方面 也有另外一个开设了一个 清真寺是对同性恋呢 保持比较友善的方式 因为他们就有提到说 这个是开 他把这个 清真寺比喻为开放清真寺 是欢迎所有的性别宗教 以及性倾向的人士 这个这个建立在南非的地方 这个叫做 第二个城市 南非第二城市 开普顿 开普顿 他开了这样子的一个清真寺了 其实现在对于宗教之前呢 无论是 相信无论是伊斯兰教 无论是圣经 无论是天主教的 无论是基 或者是基督教 或无论是还有 还有犹太教的 这些这些经书里面所阐释的 他们都是一致是拒绝同性恋行为的 那么呢 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 由于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 其实现在大家会认为 如果你不支持同性恋的话 你就是不民主的 有这么一个连带性 我不知道这样子一个连带性 是不是正确 或者说我不支持同性恋 就证明我不是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论断 是不是正确啊 但是现在呢 他说了在这个清真寺 他说支持同性恋 有他遭到了部分周边的一些居民的一些反对 认为因为之前这个哈吉 为什么想建立这么一个清真寺来支持同性恋呢 他说了他说他说先知穆罕默的最初没有任何界限的清真寺 他想建立一个先在先知之前没有任何限制的一个清真寺 这个没有限制的清真寺 我不知道具体的范围是在于哪儿 但是在明确的在古兰经的经文里明确的指出是拒绝同性恋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界限是在哪儿啊 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不在这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很民主的声音好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想法 你有你支持同性恋的理由 我也有我不支持同性恋的理由 大家是互相去尊重 只不过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看待自己 在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 要知道自己是怎样去看待的问题 在看待这个问题 要很认真的去处理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问题 这是最重要的 认为自己这个支持是正确的就可以了 这个清真室他本身并没有特别强调和同性恋有什么关系 他其实是要建立的是 他的方向的没有界限的清真室呢 是不关性别的事情 主要是这样子 你看他包括说女性除了可以带领祷告啊 也可以和男性呢 是在同一间房间内祈祷 那我所知道就是在回教里面呢 他们必须分开祈祷 甚至是用不同的这个祈祷式的 但是他这种没有界限的呢 他就不管你的性别 就在他们的概念当中 性别不是一个主要的考量点 他都开放给任何 任何人 任何所有人 他其实提到不是穆罕默的知己 而是最初 他说是先知穆罕默的最初 没有任何界限的清真室 可能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还没有太多的民众随众的时候 大家没有说分得这么细 男人要怎么样 女人要怎么样 然后这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一起 大家都包容在 对 所以他是讲复兴最初的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特别强调去说支持同性恋 但是因为他没有去否定他们 那结果呢 你在媒体上报道 他就变成不一样的意思 就把它放大来看了 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 先知穆罕默的最初 他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是不是男女是有分的 还是不是真的是男女是有分的 但据圣讯 据古兰经来记载的话 确实女性应该受到尊重的 男性同样也是应该受到尊重 这方面的规格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 从哪一个哈利法开始的 这还是一个疑问 对 而且呢 刚才也提到说 可能民主跟知识同性恋 那我觉得可能再分得细一点说 你可以不支持 但是是我觉得应该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说 你是不是否定了对方的权利 你可以不支持 但是你是不是你不支持 但是否也可以承认他们的权利呢 可能这个是更深一层的 要思考的问题了 我们刚刚说今天就是开课的日子 那如果呢 是这个六年级小六的学生 今天开课的话呢 可能又会有一大打击 是每一个小六的吗 还是说应该是只是部分的 可能是部分 可能是全部 因为呢 听说啊 这是听说啊 还没有正式确认的消息 我们不说听说的消息 有人投报了 一定有投报了 大概是有两中的投报 OK 提到了这个数学科目 还有这个泰米尔文的考试 考卷 UPSR 泄露 哎 这个当然这个目前为止 还在调查当中 是还没有啊 正式调查 是不是真的有泄题 不过就是有人是报案了 但是 之前的泄题事件呢 都已经有一些嫌疑犯被捕捉了 你用嫌疑犯 这三个字来形容他 因为他还没定罪啊 只是说他们好像是有的 有有涉嫌 跟这个泄题有关系 好像似乎他们是老实 知识分子的形象很难跟嫌疑犯挂钩 很难挂钩 对对 当时我就当初看他们 我在画面电视机上画面看到就是 呃 穿着那个 对 橙色的囚犯的服装 我很难想象怎么就是一般老师校长 还有其中又是校长了 还穿着囚犯的服装 被扣着 低着头 真的是和一般犯人没有什么分别 是啊 呃 现在呢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教部的澄清 我们之前说教育部考试局的 两名官员被调职了 一名是教育部的那个考试局的局长 就是正的那个leader 另外的一个是他的副手 那么现在又有听说 好 听说教育部的这个秘书长 他说了 他说这两个人 他没有 他没有被勒令辞职 而只仅仅是调职 就调到其他的位置上了 呃 然后让他们从事其他的一些职位的工作了 呃 之前呃 大家还以为真的副手下 木游定真的是下了狠心了 把这两个最高阶级去最高阶级的两个官员给调离了 给辞给勒令辞职了 没想到其实并不然两个人还是在位置 只不过是管理其他的事情去了 嗯 所以可以看到说呃 这些题的事件呢 政府的处理方式或者教部处理方式呢 可能呃 也也也没有很明确一个方向 究竟要怎么去处理 虽然是说要打击他 但是记不记得就是你说了 就是木游定呢 呃 为什么会那么激动 就是因为可能巫统的这个党选呃 即将到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他为了要巩固他这个地位 所以就要做了一样这样子的事情 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孙子也是要重考 哈哈哈哈 所以他开开玩笑了 对不对 他发怒了 开开玩笑 还不时的劝他自己的孙子 孙啊 孙儿要冷静 要以沉着的心情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 嗯 他应该说 哎 孙子啊 你你实力那么强 你怕什么 再考就重考吧 反正还是 反正拿A就一样 拿A的 也不会突然变B 那可是对小朋友来说 确实是一大打击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重考的话 确实是 嗯 那但是呢 这个可能要再继续的跟进了 因为警方目前为止会展开调查 那到时候再看看是不是 呃 就是真的有需要再重考数学这个科目了 是 但是这个卫生部长呢 达到斯里斯巴马远 他就叫人民说 不要以种族歧视 来看待小鹿检订考试泄题的事故 有关种族什么事 我也不懂为什么突然间 他提到这个种族的事情 他是在出席一个印语青年组织 代表大会的时候呢 就针对性权会主席啊 呃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瓦达木蒂 他就昨天质疑说 教育部和警方呢 是否会对泄题案 对印语教师展开猎屋行动 这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泄题是 最近的是和这个泰米尔文有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怀疑会不会对印语教师呢 就因的这个原因 哎 打正 泄题 我要逮捕这个印语老师 也这样子也可以扯上关系 真是 所以这样的话题不值得咱们去谈了 是 好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可能更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就是可能大家也是在等明天呢 明天就是这个雪州大臣上任 也是到目前为止 还不知道人到底是谁 将会上任 但是明天就会揭晓了 对 本来应该用花落水家这个句子 这个字的句子 但我觉得应该是水落石出 到今天都还不知道是谁呢 就是觉得 说今天公布 雪州大臣说 今天皇宫开始公布 谁是最后的大臣人选 然后明天举行正式的颁奖典礼 但是又说是明天 但是宣誓的时候才知道 不是今天 今天周星期一的时候会公布出来 周二的时候呢 会在王宫举行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 三个候选人就在台下 然后看哪一个人能够上去去领这个奖了 四个候选人吧 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把这个旺杰 自己心里面得出再万 但是其实今天公正党还是继续的发表他们的立场 依然坚持到最后一刻 只是推举旺杰做雪州大臣 毫无妥协硬撑到底 但是事实上苏丹并不对旺杰产生兴趣 因为之前苏丹在星期六星期日还是星期五的时候呢 也分别接见了三位候选人 这三位候选人一个是阿兹敏 一个是伊斯坦达 就是雪州的高级行政议员是伊斯兰党的 另外的一个也是伊斯兰党的优色 是雪州的行政议员 他们三个分别接见了雪州苏丹 雪州苏丹的官方这方面的声音说 这是一个正式的面试 对于候选人的一个面试 那么每一个面试都长达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大家谈的也都很融洽 最后呢 雪州苏丹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声明 说你们静等消息吧 等到周一的时候 哪一个人成为候选人 哪一个人成为真正的选助大臣的时候 我会公布的 所以现在我相信三个人都是心里忐忑不安 一旦选中了我 我会怎么办 最忐忑不安的可能应该会是阿兹敏吧 因为如果被选中过后呢 他要怎么面对公正党内部 当然最开心的可能也是他 因为是如愿以偿 低调开心 但我们假设一下是阿兹敏的话 他也是两难的境地 自从雪州 大臣雪州苏丹召见了阿兹敏之后 阿兹敏马上就会见了安华 然后这样的一个行动 大家会想到是不是阿兹敏怕安华有多想 对他的表态和对他的一个立场 为什么不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可能阿兹敏是去 因着这个把柄跟安华谈条件的 不太清楚 那是阿兹敏自己的选择 都有这个可能性 对不过阿兹敏如果是他有两个选择 一是呢 我如果是雪州苏丹清典 我成为雪州大臣的话 那我就接受 我接受的话 那就跟公正党内部产生矛盾了 那么公正党怎样对阿兹敏呢 因为现在公正党一致的坚决的抑制 一定要推王阿兹 王阿兹沙上这个雪州大臣的 所以他肯定是反对阿兹敏上任雪州大臣的 那么是不是内部就会出现 安华没公开表态说不推举阿兹敏 他只是说他只要忘记 但是唯一担心的是 如果今天如果阿兹敏真的被清典 而他拒绝的话 他没有拒绝的余地 因为不然的话 可能这个位置就落在伊斯兰党手上 这个政府政党更加糟糕的一个结局 这就是我 所以宁可让阿兹敏上也不要落入伊斯兰党的手中 好像似乎落在 无论是在阿兹敏手里 还是伊斯兰党手里 到最后的结果 好像似乎伊斯兰党也拿不到这个职位 很难说 听说有内部消息传出来 有可能比较大可能性的是 伊斯兰党并非是人家传闻的阿兹敏 消息可靠度 我不确定 但是确实有这样子的消息 就五十五十波 本来我们都一直以为说 是阿兹敏的这个几率挺高的 但是呢 这个消息传出来过后呢 突然觉得他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毕竟呢 像如果是给阿兹敏的话 可能会造成公正党内部 有或者是整个支持的问题就发生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目前呢 在行政议会有四个是伊斯兰党的行政议员 而且呢 其他人包括行动党 或者公正党内部 也不支持阿兹敏 他们没说不支持伊斯兰党的这两个 但是就表态了 没有好像是说 要支持旺杰 其他的人选他都不要 包括阿兹敏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造成内部的一些混乱 那搞不好选了阿兹敏上来呢 可能又会让苏丹接着 有一些还要更麻烦的事情 我相信苏丹 现在苏丹选 无论是选择阿兹敏 还是选择伊斯兰党人 都对他是麻烦 如果是你选择阿兹敏的话 反而也许这是想 另外一方面了 是巫统想看到的 但相对之下 但是如果是我们刚才你所说的 对你所说的 如果是选择伊斯兰党的话 选择伊斯兰党的话 他有两个情形 第一个情形呢 他是大部分州议员投不信任票 因为我不支持伊斯兰党这个人 毕竟是在州议员当中 公正党和行动党这样的人数比较多 所以他投不信任票的程度也比较大 如果投不信任票的话 这两个伊斯兰党人都都都坐不上这个 选择大臣的位置 那么都坐不上选择大臣的位置 最后只能是解散州议会 那么解散州议会呢 公正党和行动党 伊斯兰党都不愿意看到解散州议会 所以现在的矛盾的点 或者是说任何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 都是一个矛盾 除了如果是我真的现在选择汪尔兹 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我还是 还没有那么多矛盾 你刚才说的头部信任票这个部分呢 公正党加行动党不见得是最多数 他们只是简单多数 如果稍微有一两个还是两三个 之前我们看到了吗 30个州议员是支持望自杀上 这个30个是不能作为标准的 而且当中还有伊斯兰党的人 如果这个从伊斯兰党的一些 退出来呢 就刚刚好只多了一个 就这么刚刚好就多了一个 现在是触目是这样子的 公正党呢 是公正党和行动党 加起来是28名州议员 两个党肯定是一直是坚定一致的 那么现在还有 我有所怀疑 所以有所怀疑 时间过了这么久的事情演变到 今天这个 不能够说坚定一致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呢 是有可能会选择伊斯兰党的 他的这个会让苏丹麻烦减得更低 现在如果说是不一致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是这样子的 情形就是公正党 现在是不退让的 一致要求 要推举王尔自杀上的 那么行动党 他选谁 哪怕选伊斯兰党的人 他也不想让阿兹米去上 因为阿兹米是行动党的一个天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下 大家其实 我们之前刚才所推测的 28个这样的一个 人员支持王尔自杀 好像是不足为过的 两个伊斯兰党的州议员 现在哈提阿王都说 这两个伊斯兰党州议员是叛徒 是走狗 那么这两个伊斯兰党州议员 还能回归伊斯兰党 但我不太想猜测到这一步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太可能发生 去投这件事情 因为公正党本身 他们并 我觉得虽然嘴巴硬 但是我认为 他们并没有这个把握 而且他们也不想再搞更多的事情 而且 他们再搞的话 他们的结局会更糟糕 你看这个 雅兔塞夫定 这种秘书 他怎么说 他说 这个实权领袖安华 是没有妥协的 万阿基加是该党 唯一推陈的大成人群 但是他最后也说 他重生 公正党的立场 是捍卫雪州宪法 体制 还有君主制度 万俊要说 如果苏丹做了一个选择 无论如何 他必须会尊重 对尊重是尊重 但是他的有不信 之前我们跟 严敏树先生 也谈过这类似的问题 尊重是尊重 最后的人选 就是这个人选了 但是我 国会的多数一席 我可以投不信任票 如果投不信任票的话 我就会解散周一会 他可以跟他要不要走这一步去 而是这一步 对他有没有最大好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但如果今天是阿斯敏上去的话 他也要推吗 那可能在下一步 他连整个都失去了 对 去到最坏的打算 就去到伊斯兰党手中了 是 这个这一po 他赌不赌的过 他想不想赌 没错 反正是更大的一个 他们的考量点 你认为说 就阿斯敏 他是怎样的一po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是我说 如果现在阿斯敏 被点中了 但是呢 大家要把他 投不信任票 把他换下来 但是这个可能的结果 到最后 会反而把这个 雪州的江山 让给了伊斯兰党 因为可能 像苏丹就说 你们公正党 现在就在搞 是我把你选了 一个公正党的人 你又把我推掉 那是不是算了 不要给你们公正党了 可能分分钟 这是如果让给伊斯兰党 给伊斯兰党 还是对民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相对之下 如果苏丹 真的到最后决定 认同解散国会 那到时呢 搞不好 你失去的江山 就不只是 但就会有 可能是 可能连整个 明年的江山都是 但是我会担心 伊斯兰党 如果真的选伊斯兰党的话 可能对明年的关系 的分裂 又会更加的 所以我敢肯定 如果选择伊斯兰党 这两个人的话 肯定会 投不信任票的 投不信任票之后 肯定会解散周一会的 所以无论是阿泽敏来说 无论是伊斯兰党来说 其实最终的结果 都会要解散周一会 我倒不想把话说实 不敢说肯定 之前我们预测的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头两个阶段忘了 第二个阶段 他雪州 雪州苏丹 他是选择哪一步 选择这一步呢 他如果说 我们最后的 我忘了前两步是怎样的了 最后一步就是 其实选择 无论是选择阿兹敏也好 选择这个伊斯兰党的主席 这两个人也好 他只是一个过渡 最后的结果 要解散周一会的 无论是哪一个人来说 解散周一会 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了 有个三步的走 不过现在呢 我们还是看这样的情形 不是很乐观了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 看今天的最终出炉的 这个结果会是怎样的 听就喜欢上了 从此不离不弃 流连FM 我是马化妇女组 总秘书周立毅 流连当头 我是安吉 自由高照 我是爷爷 电话星空 我是威儿 是的 我们刚刚就谈了 这个雪州大城的事情了 那我们当然当中呢 也有不少的担忧 说这件事情会不会让 明年里面本身呢 更大的一个分裂 我想到我们上个星期 在伊斯兰党大会上 他第一网就有说到了 刚才就说 就提到了 明年偷走了 跟收买了 伊斯兰党的两名雪州议员呢 就说他更把他比喻为走狗 说他们偷走了 我们的州议员 收买我们的州议员 这是结盟的操守吗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潘检伟啊 他就反击了这一份言论 他就认为呢 这个是没有真凭实据的 证据的一个谎言 他说我们并没有用任何的资源 收买任何的议员 以及呢 这个言论呢 可能就是对 他们认为呢 是对这两名议员呢 造成了侮辱跟诽谤 其实收买这两个字呢 确实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指责 我们其实也没有听到 哈迪阿旺他在马来文的用词 是用什么字啊 收买 收买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用资源 用钱 等于是说在贿赂了 就好像当初记不记得这个 琵琳都变天 也是说这个许越凤被收买了嘛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用词 听说就是一笔钱给了他 对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有收买这件事情 那确实是明年内部的 也是半斤八两了 如果这样子 但是 如果我是那两名周议员的话 我肯定会告他侮辱我 对 毁谤我 对 如果真的是 又说我是叛徒 又说我是走狗 我到底是什么 叛徒走狗 叛徒走狗不能告匪吗 但是如果说收买的话 这个就可以告 因为这是政治犯 不是政治犯 是犯罪 一种罪名来的 但我究竟是什么 我是不是伊斯兰的党员 如果我是伊斯兰的党员 我是不是应该听伊斯兰党的话 如果我不听伊斯兰党的话 我是不是叛徒 我是不是走狗 是 可能你不听党内的话 那你是不是叛徒 所以哈迪说的 是不是正确的 如果换成公正党和行动党 内部有些人当叛徒了 是不是公正党和行动党 依然会说出如此的话 同样的 但是就是不可以用手买 但是确实在这个情况底下 可以看到出力痕 明年之间已经有了 其实外部的人 可能 虽然说了 公正党这个时候 确实是非常 每一步都要小心 看你要什么投信任票 不信任票 结算组议会等等 这些都要很小心 因为呢 你们内忧还有外患呢 绑不胜 绑外面还会再插多两脚 我们可以看到呢 前首相敦马哈迪就表示说 伊斯兰党应该吸取这一次的 这个他们本身党内 两个一个什么 二多 就比较世俗派 还有这个保守宗教派 宗教派 两个的僵局的教训 因为呢 他说这个是因为 他们跟安华合作的后果 所以他说 他始终要把这个 毛头指的安华 对 他说这个说 这次就是跟安华合作的后果 谁跟他合作都会 就会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喜欢搞分裂 我能够觉得说 有一个前面这个部分呢 是多少还可以理解啦 他这么说 就是跟安华合作呢 可能会面对一些问题 因为到最后 你看那天我们也是有谈到说 任兵秀说 安华还是以安华为主 什么都是以安华作为一个目标 那如果安华要这样子 你就不可以去那样子 那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啦 但是如果说他喜欢搞分裂 这个倒不见得是 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下 就有分裂了 他就说了 他其实 他的背景确实是如此 当初加盟在巫统的时候 他也给巫统带来问题 当初他其实是想 有一些部分的政策 是反马迪的 所以马迪才把它做掉嘛 就是他觉得 他在巫统囊内呢 搞出了这个问题 说现在他成立名联 他也制造问题 但不一样啊 他在巫统的时候 毕竟还有另外一个老大在 他是在布莱德同一个地方 现在他在明连 他就是老大呀 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老大 他是安华共主啊 他是明连共主啊 大家认同 他是认同他是共主了 但其实还有一个力量 旗鼓相当的时候 就会有分裂 我觉得这个情形呢 有人会认为说 搞分裂是哈迪阿旺 不是安华 也许内部 如果这么想的话 好像是真的 真的如果是开明派的话 不是刚才说是世俗派啊 世俗派的话 和宗教派分裂的话 好像多多少少 也是有安华的因素在里面的 因为世俗派 他比较倾向于安华 这方面的意见 而且是烈火墨西之后的 这一部分的人员 都会比较支持安华的 就像我们说那些 I'm worried 或者是I'm worried 所以说宗教派是 有些部分的 大部分的人士 是很不赞同安华的 这个想法和思想的 昨天竟然哈迪阿旺 还引述了三个主意 我们说他们说 我们明年是三个 不同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党是 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 那么公正党是 世俗务实派的 世俗务实主义 那么还有行动党 是世俗社会主义 我不知道世俗务实主义 和世俗社会主义 有什么差别 在哪里 其实都是世俗机会主义 全部都是一样的机会主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确实在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 伊斯兰党 或者是公正党 行动党 确实在这件事情 落幕之后 要好好的 我想坐在一起 就是修补一下 这个他们之间的 这些裂缝了 不用修补了 不然的话 接下来很容易 又很容易 让另外一件事情 又把它们给分裂 当你裂了 过后再修补 它裂痕已经存在在那了 就非常容易的 很脆弱 或者就是要想想一些 其他的方法 来预防下一次的分裂 重组 重组 是 那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则的消息 我们这个 明天还会继续 后续跟大家跟进 会不会有下一个 下一个剧情的发展 那我们看到 就是在马来西亚里面 公务员这件事情 可能对于 有些人会觉得 公务员是铁饭碗 那可能有些人 觉得不太想做公务员 那其实在每一年的 公务员里面 都会提到一些 所谓的录取率 到底有多少 申请的人数有多少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为止呢 申请当公务员的 一个华裔 他们是有 两万七千四十四人 那如果经过 结果呢 在这个 结果申请有这么多 但是面试的人 只有四千一百九十五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落差 因为申请的时候呢 是还没有得到 其他的offer 然后当有其他offer的时候 我当然是选择更好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骑牛找马 那种意思 顺便投投 对不对 就投 总之我要有一份工作 那如果是这边 有更好的 我当然就放弃了 那个政府公务员的职位 那在这个 四千一百九十五人 面试里面呢 就一千五百三十一人 成功被录取了 这个是在华裔的部分呢 也据说是 在其他民族之间 录取率最高的 一个族群了 马来人基数比较大嘛 申请人就达到 一百一十万六千一百二十三人 所以最后录取是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七人 录取率达到百分之十七 也是倒数第二高的 但是倒数第二低的 倒数第二低的 倒数第二低的 所以看来 如果是看录取率来说 我们不看基数 因为基数是不一样的 基数不一样 那么录取率还是华裔是最高的 那第二呢 是印翼族群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 可能这个方面啊 这个我觉得数据出来的 用意是要鼓励更多的 其他的族群的朋友 就华裔啊 或者是印翼 更加踊跃的申请当公务员 所以来吧来吧 我们这边录取率很高 在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可能当公务员 并不是华裔的选择 就好像就好像 好难不当兵 这种概念在华裔当中呢 还是非常难的摆脱 当然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呢 就包括公务员的福利 可能工钱没那么高啊 福利是不错的 其实公务员的福利是很好的 我觉得是一个印象耶 大家觉得说 因为不喜欢政府 所以不想跟政府打工 不是不喜欢政府 而是最主要是 他的工钱不太高 而且升迁的这个机会也比较低 相对之下 如果你比起这个私人企业 或者私人界打工的话 你能获得的回酬会比较高 当然福利方面 也许没有政府的这方面的照顾 比如说你买房子 买车子 有一些机械等等 因为我有一些机械家 亲戚是当校长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 他真的有很多非常好的福利 你要知道校 都会医疗等 当然了 校长的校长的职位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是当一般普通的公务员 比如说在某某部门 只当个一个职员的话 你不能享受太高的一些 他福利是有分等级的 你要知道在公务员当中 他有不同的这个等级 所以你要等级比较高呢 才会有享受更大的福利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的朋友里面 大家从来都没有想过当公务员 我觉得不太关心水的事情 因为有些薪水也算是还不错的 或者是跟市场的 这个也不会差的 说太远 其实我就是有一个印象就觉得 因为我们之前都会骂公务员的嘛 这形象不好 形象不好 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 好像公务员不是一个很风光的 但你说如果是形象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就比较难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它牵涉到整个大环境 像在新加坡呢 就应该好像 这个要问可能新加坡人 可能就会很想当公务员 他们很想当公务员 在中国方面是不是 也是大家以争破头都想当公务员 是不是 福利很好 对 而且中心保障 其实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 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 中心保障福利很好 但是就是偏偏 就是可能像你说 真是一个形象的问题 大家的印象就觉得公务员 好像都是不好的 很多事情没有效率 没有效率 都和这些负面的词句 都牵涉在一起 所以完全不会想要去申请 所以真的希望说 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就会觉得让鼓励更多人去 数据是没用的 你应该把那些福利 全部列完出来 让你看到是怎么样 另外一方面会想到 是不是因为华人都比较有钱吗 感觉公务员那一点薪水 不够我 满足我胃口的 不是法律 我需要过去生意 造成也才能做得更多的 可是很多 才能赚得更多的钱 但还是很多的华裔 在外面打工 也是薪水很少的 是很辛苦的 也是很辛苦的 我们也是很辛苦的 是啊 好了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周数 可能今天跟我们的话题 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我们刚刚9月16号 好像似乎每次到了这个916 马来西亚成立日 都会有这种 怎么叫什么 暗流在背后 我和你讲说916变天 不是 对我还是 就是变天 这个是马来西亚成立日 就会开始有传出 比如说沙巴想要独立这件事情 可能想要搞分离 可能也跟 沙巴有想要独立吗 可能这个跟 在最近苏格兰公投的这件事情 可能也会担任 有些部分的人士 觉得是一个传染病 或者一个连锁效应 让这些想要独立的人士 就是还好 苏格兰没有成功独立 因为我们之前都分析 如果苏格兰真的成功分离出去的话 真的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涟漪 一些相关的国家 就会以这个作为例子 你看苏格兰这样子的公投 可以成功 让他们脱离了英格兰 就有有心分子 就用这个作为例子了 现在虽然是苏格兰没有脱离英国的话 但是它产生的涟漪效应 已经开始发生了 是开始的发酵了 包括在欧洲的其他国家 也目前也有一部分的一些地区 也举行了一些 想举行一些公投了 不知道这个涟漪 能够继续燃烧到哪里去 仅仅西方世界就罢了 如果燃烧到东方世界里来 我相信应该是一场灾难 应该有可能是 但是在东方世界毕竟也比较保守 而且我们的东方 就是在亚洲这边的民主运动 还没有去到像美国 或者是一些西方世界国家 那么蓬勃发展 那相对来说 大家还是比较 惧怕吧 我会用这个字 就是惧怕政府的一些强权 但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蠢蠢欲动 那其实在中央方面 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 毕竟沙巴是一个相当多 丰富天然之眼的地方 尤其有石油等等 是不会放过这块飞猪肉的 所以连菲律宾也要抢 那部分的一些土地 所以我们的国防部部长 他也说提到了 会担心接下来 这个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说 这个沙巴现在面对了 这个刚才说的组织 应该是他们的武装 IS这个极端组织 他主要是说 目前为止已经有了 这个阿布萨耶夫 还有这个莫洛伊斯兰的自由斗士 已经是这两个组织 公开表示支持ISIL了 所以可以把他们归为 同一个类别吧 那么其实说 因为常常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些阿布萨耶夫的恐怖组织 会来到我们沙巴这个部分 绑架或者是做一些走私的行为 所以也会面对这些的暴力残害 我们认为说沙巴 那沙巴本身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要了解 你要稳定的话 要由赖中央政府 所以不是煽动沙巴 退出马来西亚 所以沙巴也是很担心 沙巴的未来 现在目前我们也担心 沙巴的现在 也担心沙巴的未来 担心沙巴的现在 主要是因为这个极端分子 在非南的这部分的武装分子 他宣称依靠了这个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这个极端组织 害怕呢 这个伊斯兰的极端组织 来纵用这些非南的 伊斯兰武装分子 能够侵占沙巴 这是我们现在所担忧的 那么未来的担忧 就是希望沙巴 能够继续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部分 不要被一些 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偏袒了 不要被一部分积极人士所左右 但是毕竟我们现在在民主社会当中 还是应该说民主的话 民主的话就是毕竟那一部分 像独立那部分人士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民主和民主意识 和他们自己的声音 所以呢就看看说 到底沙巴的未来呢 是都是掌握在谁的手上了